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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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晉級的台灣 我是明君 帶你來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在台北有一間麻辣火鍋店 開業超過40年囉 麻辣湯底是濃濃的牛肉香 喝起來暖心暖胃 這裡還有獨特的芋頭排骨鍋 是藝人孫燕姿的最愛 雞排湯底把排骨酥煮得軟嫩 芋頭綿密的融進湯頭中 這裡還煮打和牛入口即化 這屬於老台北的滋味 因為老闆年紀大了 原本打算就此些夜 五個做燒肉的男生就這麼跳出來 扛下招牌 從無到有打造他們的美食王國 街上飄著微微細雨 寒冷的溫度讓人搏上厚重大衣 但在這間店裡 卻有著最溫暖的美味 沸騰湯頭咕嘟咕嘟的滾著 濃郁香氣伴隨熱度浮面而來 輕輕一撈鮮紅麻辣鍋裡 鴨血跟凍豆腐煮得入味 一顆顆圓滾的穿丸子 更是掏客指定必吃 穿丸子的話 是我們自己手工製作的 它裡面的口感會比較鬆軟一點 所以在煮的過程中 它會吸附湯汁 入口爆出湯汁 辣味跟牛肉香竄上舌尖 這裡更主打高檔食材 和牛霜醬跟刺身肉片 鮮紅中透著均勻的油花 下鍋燙要掌握黃金時間 整片攤開大約燙三秒 就要馬上翻面起鍋 整片肉透著 有人的粉紅色澤 這樣子的話 它的熟度約莫就會是 差不多在三到五分熟之間 所以其實日本和牛 它就是要吃它那個柔軟的口感 跟油脂的甜味 入口即化 然後搭配用紅鍋煮的話 其實我覺得一點點的辣 跟日本和牛搭起來 是非常的搭的 和牛就是它的肉質很細膩 然後吃起來 吃進去的時候是滑順的 把新鮮牛骨清洗乾淨 是麻辣湯頭好吃的第一步 一鍋湯要豪邁放進十斤牛骨 跟十斤牛肉 量夠多才能帶出牛肉香 蔬菜讓湯頭回甘 重要的精華更使這一鍋鮮紅 我們用大量的牛油當底 然後加上豆瓣醬 那到等一下的時間 差不多慢慢煮出來味道之後 兩個就會合一 那就是所謂我們看到的 紅湯的底色跟味道香氣 湯頭要熬上五到八小時 另一鍋是香醇的雞白湯 用雞架跟整隻雞加入蔬菜熬煮 最後放進自製膠原蛋白凍 讓湯底跟華盛濃郁 像其實我們的芋頭排骨 酸白菜跟一般清底的雞白湯 它其實都是用這一鍋 然後去做的變化跟製作的 店裡另一樣招牌湯底 就是許多名人最愛的芋頭排骨鍋 包括孫燕姿 周杰倫跟李安 都曾經特地來品嘗 雪白湯頭裡有軟嫩夠味的排骨酥 芋頭更是煮得綿密 入口即化 繼續煮還會融化到湯裡 喝一口就有甘甜玉香 燙些店裡獨門的魚廁 跟手工金黃蛋餃 這是別地方吃不到的專屬美味 蛋餃的話 我覺得它裡面的內餡很香 外面可以吃到蛋的香氣 它的那個湯底是真的不一樣 會吃上的 對 就是你還會想再來吃 令人著迷的味道 已經在街頭飄香四十多年 是屬於老台北的記憶 創店老闆因為年事已高 又碰上疫情 原本想要就此歇業 這時候一群大男生毅然決然 跳出來接班 守住著懷念的滋味 如果我們沒有接手 其實這個味道 可能就會這樣消失掉 只要它是有特色 有美味的東西 我們就應該有辦法 讓它再繼續維持下去 對 有辦法再讓它就是 然後四十年的牌子 可以再重生 對美味有所堅持的陳彥豪 還有四位一起打拚的夥伴們 接手火鍋店 其實是跨界挑戰 因為他們過去 在知名燒肉品牌工作 分別磨練了六到十五年不等 功夫成熟了 才鼓足勇氣一起創業 開了屬於自己的燒肉店 但年輕的他們光是籌備資金 就面對了大難題 可以去拜託爸爸媽媽 是不是可以房子抵押 借一筆錢幾乎全部都是 對啊 甚至有的 還連自己的信用貸款都去用到 對啊 就是 因為五個人真的都沒有 我們背後都沒有 特殊的家境背景 對 只能借錢創業 五個都借錢 五個人都拼膝湊借了一千多萬 首次創業就背負這樣的天文數字 因為燒肉店構想 是走精緻高檔路線 店裡每個細節處 都看得出低調奢華 主打的更是頂級的和牛料理 我們使用的話是日本A5的 淨漿和牛 淨漿牛的話 它的油脂帶有黏性 然後油脂溶點會比較低一點 在吃的時候 雖然說日本和牛好像油脂很豐富 但吃完以後 它的油膩感不會那麼強烈 要確保和牛品質 這裡都直接進一整頭牛 三十幾個部位全都能吃得到 在雪白煙霧中現身的是和牛拼盤 有樂眼心 盆隔膜跟內腿肉 不同部位切法刀工都有學問 油花均勻分布 一上烤架肉香瞬間有人食慾 肉熟到帶點粉紅色澤 就是最美味的熟度 不同部位烤的時間也不同 即使只差短短幾秒鐘 也可能錯過最美味的時刻 所以全程都有專人在桌邊服務 鎖住肉質的精華滋味 它的肉吃起來很細緻 因為和牛本來就比較偏油 可是它又不會太膩 因為烤得還滿好吃的 除了品嘗肉本身的鮮甜軟嫩 吃法上也有驚喜 牛舌包覆特製鹽蔥 再以蔥段將牛舌包緊 入口蔥香混合肉香層次豐富 這裡還有許多獨家設計的創意餐點 有點像我們在吃壽喜燒那樣 就是肉烤好沾蛋黃之後 會包一點點飯那樣 和牛紐約客燒烤後 搭配靈芝蛋 海膽跟奇心米 攪拌均勻 大口吃下 豐富的滋味在嘴中融合 同時就能吃到山珍海味 還有這碗和牛外腿肉 搭配松露 麻糕跟甘草 淋上高湯燙熟 先吃肉再喝湯 暖心又暖胃 其實每一道都蠻特別的 蠻特別的 就是外面可能吃不到的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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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賣盈 除了熟食 生吃也有很多獨門吃法 像是分子料理概念的 松露棉花糖生拌牛肉 手捲也很獨特 生牛肉以剝皮辣椒調味 撒上老油條增加口感 捲起來吃 是別處尝不到的美味 這樣精緻的餐點設計 在2021年獲得米其林餐盤的肯定 更是打響名號 就連平日都是人潮滿滿 但當年創業時 第一次當老闆的他們 夜市困難重重 進了一整頭牛 等到工程結束 我們就可以順利開始賣 結果殊不知 電還沒裝潢好 所以設備沒有那麼齊全的情況下 跳電 整批肉就全部壞掉 一頭牛都近百萬這樣子 就直接燒掉了 對 完全沒想到會有發生這種事情 五個男生創業時 年紀最小的韓耀安才二十出頭 資金不足 他們什麼都自己來 每天從早上九點開始 一路工作到凌晨四點 過去玩在一起的好朋友們 現在只要聚在一起 話題總是離不開工作 因為我們本來是可能 以前就是工作 休息 出處玩 在還沒創業之前會混在一起 但你創業之後就反而 你混在一起都是工作 因為就真的跟朋友一樣 所以通常也都是比較輕鬆 一起打拚的時光 累積了更多革命情感 雖然開業不久 就面對疫情挑戰 但他們也從沒弄過放棄的念頭 在燒肉店穩定後 更是勇敢跨出新一步 接下火鍋店的老字號招牌 從燒肉到火鍋 是截然不同的領域 該怎麼做也得從基本功練起 在高級燒肉店 所有的食材 烤肉 都一定要有專員服務 我們人是不能離開客人座邊的 可是在火鍋店 反而你在客人旁邊 對客人來講還是壓力 他可能會希望就是 好 你東西放著就可以了 那我們一開始會有點不知所說 邊做邊學 調整出最好的步調 餐點也是越做越精緻 除了火鍋本身的美味 還有每桌幾乎都必點的滷味 大腸 牛肌 牛肚 老滷汁滷上一整天 香氣完全融入其中 還有用豬油提香的蔥明麵 看起來很簡單 但入口蔥香跟麵香結合 是讓人懷念的古早味 酸辣麵先紅又人 微微的辣度跟酸香 不知不覺就讓人掃光一整碗 後面好像酥油拌麵 然後它那個酸辣麵也滿特別的 因為我喜歡吃酸 我覺得那個酸剛剛好 這些酸甜苦辣 就像是陳彥豪 一路以來的行路歷程 真的叫步步為營 每一件事情都要想得很仔細 想到就是 沒辦法睡覺的那一種 才有辦法做決定 那個責任心會讓人家覺得 就 那以前老闆這麼辛苦 就比想像中還要辛苦 難喔 比想像中難好多 我自己覺得 對啊 還在學 還很久了 還有很多學 兩間店經營得有聲有色 但陳彥豪還是沒有停下腳步 繼續學 繼續拚 五個人要一起打造 他們夢想中的美食王國 比如說我們再來也許會有些甜點 對 然後或者 可能像是韓式燒肉這些 就是比較不同領域的 我會開始規劃一些新品牌 對 然後也會開始跟一些 就是新的展店的計畫 早點啊 對 跟百貨公司合作啊這些的 拓展版圖挑戰新方向 這條路其實走得並不容易 但五個人是彼此最堅強的後盾 即使過程中有許多波折 他們也總是用努力的精神 一次一次地跨越難關 辛苦對他們來講 早已是家常便飯 比起說快樂應該說 其實痛苦的時間更多耶 不管怎樣那些痛苦完才會有 才會覺得快樂 對 如果痛苦沒有結束不會快樂 努力結果都會好 總是樂觀向前 五個大男生從零開始 一步步實現創業的夢想 更多美味的新點子 還在他們腦海中天馬行空的 揮灑料理創意 化作一道道讓人上癮的獨到滋味